近日,上海,一25岁男子分享了自己买瓜瓜乐的经历,一年花十多万,称沉迷其中带来痛苦与迷茫。 同样在想瓜和不能瓜之间反复横跳的还有张曼。 他称自己曾连续三个月从早到晚都在买彩票,花了约十万元,其中最多的一天花了三万元,因为题材预付三万元可以直接开箱,一箱里有100本顶瓜瓜。 那天他瓜了五个多小时,直到一天没有工作且负债的焦虑感席选而来,他才终于从上头的情绪中脱离出来。 他透露,目前自己正在上班还债中。 据报道,财政部数据显示,一至八月,全国供销售彩票3757.61亿元,同比增加1278.52亿元,增长51.6%。 安全中国约14亿人口计算,相当于每个人都花了近270元购买彩票。 其中,瓜瓜乐等级开行,彩票销售742.96亿元,同比增加312.28亿元,增长72.5%,是除了净财型彩票外增幅最大的彩票类型。 记者提醒,购财者要做到理性购财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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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